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想帮手大挑战 今天的任务是 做美味的法式双情零 这次吉姆跟龙龙要挑战的任务 竟然是套冰淇淋店耶 哇 博恩先生对他们也太好了吧 可是 怎么还没有看到他们的踪影呢 原来是迷路了 不是那里啦 经过了一番多折 两个人终于找到冰淇淋店了 这是就是启动 启动之后 电车的EVO正在加紧 然后对着这个 把手下面这里 然后压下去 吸满之后绕两圈 在店长耐心的教导下 吉姆跟龙龙真的能够做出美味的双麒麟吗 带路吉姆 双麒麟全都挤到手上了 经过了青森练习后 吉姆终于成功完成一支双麒麟 哇 真是太棒了 没想到这时候 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意外 你好 我请你再给试试哦 老板 我感冒你这边有热茶吗 有 有热红茶 一杯热红茶 吉姆 一杯热红茶 一天的努力统统泡汤了 客人并没有想要双麒麟 不过没关系 上早以前店长有介绍过 西兰红茶的制作方法 然后我们要用这个过滤 紧急任务 吉姆能够顺利泡出客人要的茶吗 一杯热红茶 吉姆 一杯热红茶 吉姆好像不知道什么是外送茶 看来还是隆隆聪明 哎呦 茶的努力都已经掉光了 吉姆今天表现得不错 为了感谢你们 我请你们吃冰 哎 吉姆好像不太想吃冰淇淋耶 啊 原来是自己舍不得吃 想要把冰淇淋带回去给一直很照顾他们的伯恩先生 店长Eason帮他们准备了牛奶跟巧克力两种口味 让他们带回去 经过了一天的努力 终于收工了 明天的苦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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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龙龙 吉姆 真是辛苦你们了 我愿意唯一的苦衷 我愿意唯一的苦衷 在这些咱们的苦衷 离开在那里 这是我愿意唯一的苦衷 明天的苦衷 第一天才会 I'm up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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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he ramen Ojisanと一緒に家でうどんを食べますよ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